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再過一個禮拜就要封關了 台股今天呈現的是 一個亮縮的格局 很正常 但是它盡量大漲124點 再創破段性高 你就知道這個盤 籌碼面非常的穩定 每年封關之前 我幾乎都跟我們的會員報告 該流的股票盡量留下來 不要隨便賣 封關前夕今天才2200億 它能大漲 如果開紅盤之後 來個3000億 來個4000億 那不就漲翻天了嗎 所以這個行情太棒了 籌碼面太穩了 接下來開紅盤一定還有大行情 股票封關之前不要隨便賣 第一個時間來跟我考位 所以相信你得到的是一個絕對正報酬 安全安心又波斷 這一檔立即Wi-Fi7的一檔機有股 我說Wi-Fi的一個寬頻 從3到4到5到今年邁向7 它的一個需求是不是越來越倉旺 所以越來越進步 所以整個立即最好的買點 1月22號161那一天 回檔 第一檔轉折向上 我才帶你買 是不是很安全 有沒有波斷 從161買完之後 隔天紅的 上禮拜五我公開之後 來到180的波斷高 這樣有賺錢嗎 是不是正面一個絕對報酬 今天立即盤中 開盤一度大漲 逼近漲銀板 你有沒有很高興 189 但是買在今天的立即你不會高興 因為今天你看到什麼消息 今天Wi-Fi7 立即銀商機 報上又公布我家持股的利多 親愛的投票 我選的股票一再跟你承諾 不是符合巴菲特 價值型投資跟你的肌肉股 我不可能帶你買 股神講過 價值型投資 是你走向成功的唯一機會 我的選股方向 永遠不會改變 有的時候一檔成長性的個股 常常會有利多消息見報 你當然要在利多消息 今天還沒有報紙 刊登以前先買 161不買 今天189才要買 我也知道很多人喜歡看我的節目 吃我的豆腐 我很了解 所以有時候我為什麼要蓋牌 原因 理由就只有一個 保護我會員 尊重我會員的權益 他們那麼支持我 到今年度紅包三重售 多少人參加你知道嗎 多少人來拿這個三個紅包 你知道嗎 既然會員那麼支持我 我當然要給他們最好的買點 最好買點是1月20號161那一天 第一檔轉折向上 不是今天189 是今天189嗎 今天立即不管我有沒有賣 會員都是賺錢的 你說是不是 所以 第一個時間點 第一檔跟我卡位的 相信會員我照顧你們的心理 你們應該感受得到 是不是 你看看這檔達新財也是一樣 1月23號 打底 5個月賺大概半個股本的 達新財本來是做面板材料的 現在跨入半導體領域 它也是一樣 經過一大段的修正 從153跌到100 5個月大底 天量供給 基本面的分析 我都跟你交代 面面俱到 是不是面面俱到 5個月是不是時間波 賺半個股本的一個達新財 從面板材料 跨足到半導體材料 產業結構 天量供給 量仙價型的概念 我都跟你帶到 我不是呼籠你們 你以為我在操作股票 心菜緊緊的 我是嘴心菜化化的 都沒有拿出證據 來告訴你我們怎麼買 我們怎麼賣的嗎 達新財 我也公開我的買點 103.5 103.5 是不是 我會跟你吹嘘我買最低99.1嗎 在最低點畫個圈圈 證明我有買嗎 證據在哪裡 會員的call信見證好不好 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保證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亮燈 1月23號我當天是沒有公開的 當我公開的同時 隔天24號達新財有利多 你看到他擦一檔又攻漲停了 你又看到當天有達新財的利多了 你又認為當天不買達新財會來不及 會來不及嗎 今天的一個利機你自己看一下 像不像那天的達新財 今天當我上個禮拜我公開 我有買進WiFi 7的利機之後 今天有利多 找盤機 很多人看到5分鐘的一個戳盤交易 好像漲停板 不買來不及 但是你一買 一買 竟然翻黑 你今天買利機的 大家都要急 但是我的會員 每個都賺錢 是不是 所以上一次的一個達新財 也是如此 當我公開之後 當天有利多 一樣 不買不行 再不買不行 真的會漲停 終於買下去了 就開始回檔修正了 你買 搭新財 一一八的 你不會賺錢 你真的很難賺到錢 所以看我的節目 我常常提醒你 不要亂追高我的股票 真的 不要亂追高我的股票 你可以在場外 先觀賞一陣子 印證 印證 再印證 當你印證何多檔 個股 我的一個完整的操作之後 再來加入我的行列 所以 今年度我上中市 我也不曉得同朋友 你看我幾個月 如果你看我那麼多的一個期間的一個節目內容的一個展現 看到我對於很多檔個股完整的一個操作流程 印證那麼多次之後 希望今年度的紅包三重送 這三個大紅包好好的拿回去 榮年 憲榮老師 本命年 我會讓你大豐收 我會讓你榮華富貴 有人把那個光榮的榮改成我的慶榮的榮 真的會榮華富貴 上天對於我的照顧 從最近加入會員 很多人來領 這個三個大紅包 已經看出端倪了 事實證明一切 有實力的分析師 不怕你去比較 不怕你去印證 當你印證 那麼多檔個股的一個完整操作之後 紅包 三重送 農給你 農給你 難得年終之前的一個大回饋 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所以達新財 你要買23號的103.5 比較漂亮呢 還是118 你認為比較漂亮呢 答案很明確 所以整個達新財最近在整理 今天109.5 我也可以告訴你 這檔達新財 我認為他是沒有走完的 好不好 翔碩 你自己看一下 兩階段的操作 1545 1655 創造540塊錢的利潤 回檔四天 上禮拜我翔碩是跌 跌到1755 回檔四天只跌 我說這禮拜 他會五天轉折向上 有沒有轉折向上 今天有沒有從1755 漲到1850 高低點快要100塊錢了 親愛的觀眾 我在買利基你在哪裡 我在買達新財 你又在哪裡 每次享受了第一個時間 低檔買點 我也沒有用心帶會員 你又在哪裡 不要漲上來去追高我的股票 才來問我你怎麼辦 每次都在早知道 就是因為你太多的不知道 所以造就很多早知道的一個犯錯的毛病 所以上禮拜 翔碩漲還跌 漲還跌 從1970回到1755 回檔四天 只跌 今天漲了 1755到1850 兩天將近100塊錢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的分析 本節目的精華所在 在股票還沒大漲以前 先帶會員卡位 就像這一檔微軟 今天140 AI資訊的 這檔股票 我從去年度 9月份就開始布局了 我當時就告訴你 這檔股票它會走得很慢 很慢 它絕對不容易 每天漲停板 每天中長紅等等 但是你給我時間 它會有大波段 回顧一下去年度的9月份 AI資訊的一個微軟 114 上去之後回檔 才在低檔 我說這種股票 真的動很慢 我告訴你安全有波段 當時有114 114漲到125 我說當然持續看好 絕對看好 來到今年度的1月份 又足出一個雙底 微軟 對 營收率新高 132.5 我還在買 從114 到現在132 我還在買 因為它慢慢的一個底部支撐 是越墊越高 是不是 那就讓它墊高 重點 第一點 你要跟我買 132.5 要跟我買 不是嗎 有沒有漲到144 我說微軟 AI資訊的 為什麼營收 能創效率新高 跨足AI的PC AI的新人員車 PC AIPC AIMB 不是新人員的主流之一嗎 新人車建構一個AI的新資訊 它的一個敏感度 它的一個準確訊是不是更高 對於行駛的功能 當然具有加分的作用 我介紹股票 通常具有明星級 砂手級的一個產品 產業結構如果建構在 如此漂亮的砂手級產品 股價一定會得到市場上的濃度 它越墊越高 所以微軟144.5之後 今天幾塊錢 今天140 又逐出一個短底部 長波段 真的是長波段 從114 告訴你安全有波段 然後125 持續看好 132 雙底確立 你所看到一檔股票 它是慢慢的墊高 這種股票 真的動得很慢 但是我的堅持 我不要讓你去踩地雷 我真的不要讓你踩地雷 改天我分析一些基本面 真的 不可以去碰的股票 雖然有時候 它股票漲得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碰到那些股票 好像很好看 但是你一買完之後 就開始下來 而且賣不掉 那你會招了一個高 所以像這種微軟 長波段的一個標的 給我時間 給我時間 身家電子也是一樣 賺超過股本的 這五波修正完畢 低檔轉轉買點413 漲到443 這樣30塊錢價差 回檔修正 又來到415 又回到低檔讓你買 113 415 是不是買點 它會漲到434 今天漲到445 低檔布局的身家店 我可以告訴你 我還留著 基本面賺超過股本 5波修正完畢之後 頂多最壞就是打底 打底完 今天來到波段高 我認為還不錯 雖然短線的一個價格的走勢 不是很亮麗 但是長波段利潤 你是會員 你就賺得到 這樣賺半個股本的基油股 上禮拜五 一樣 ABC波修正完畢 足出一個底部 我說低點不多 低點真的不多 要那個棒敢跟我買 我上個禮拜五 有沒有告訴你 我上禮拜五已經買了 今天有低點 我一定會再買 今天沒有低點 長紅吞噬 你今天再不買 沒有低點了 今天大概漲半根左右 上禮拜五 這檔股票 黑黑棒 叫做跌 你有買的 零風險的操作 幾乎買在絕對的低檔 因為今天 他沒什麼低點了 你今天再不跟 我在早盤上車 他紅黑棒 長紅吞噬 準備發動攻擊 這是我對一檔股票的操作 所以在我蓋牌的個股 還沒有公開以前 其實都是你的機會 但是不要我公開之後 你胡亂追短線的高點 這樣就不好 紅包三重送 持續的進行 感謝大家的一個支持 我只能這樣講 三個大紅包 第一個大紅包 價值好幾萬 就看你參加 我什麼會員的等級 總而言之參加越高階等級的 享受的折扣越多 會期三月起飯 三月份才開始起算 那三月一號 三月十五 三月底才開始起算 你打電話進來問 你就知道 總而言之 封關之前 過年之前 參加會員 三月起算 開放盤之後 過完年之後 參加會期 還是三月起算 當然是越早參加 越划算 越早享受 我帶給你 波段行情的 買進的低檔 另外第二個 第三個 加碼的成績 我特別加碼的 我特別加碼想 今年成為 農家軍 會員行業的 看我如何帶你賺取 農年的大行情 三個大行包 都給你 有需要的同票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 再會到見面的現場 上禮拜 我利用台股 上漲的過程當中 陸陸續續 減碼 調節了一些持股 包括 AR的技嘉 296賣 四趟的賣點 我全程公開 該賺的 我都有賺到 該避開的風險 我都有避開 沒有一趟 沒有賺到錢 沒有一趟 是賠錢的 AR的技嘉 我就只做這四趟 全程公開 好不好 上禮拜四賣296 上禮拜四的偽創 賺了兩根停板之後 賣18 那賣完之後 技嘉從296 掉到283 偽創 從上禮拜四的18 掉到12 所以讓他們的股票 今天反彈 我沒有劫回 另外上個禮拜五 我賣了元太 我說180附近 買進加碼的元太 來到前波的套牢區 我賣給你看 最高20 我賣216 對不對 高檔爆量 又遇到前波的套牢區 當然先走一趟 你在等什麼 你在等今天的元太 看你有沒有更高的位置 今天元太沒有高點 對 今天元太最低達到211 上禮拜五公開給你的 上禮拜四也公開了 紅碩的賣點 漲了126塊錢的紅碩 我賣645 買個十張 兩個禮拜 100多萬落袋 我賣645 對 賣完之後 禮拜五628 尾盤拉高 上禮拜五的紅碩 我也告訴你 我沒有機會 不是嗎 我會因為他尾盤拉高 649 比我的賣點更高 我說628有機會嗎 沒有 惠元也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沒有就是沒有 今天紅碩 不是又跌了13塊錢嗎 來到636嗎 所以我的操盤的節奏 相當的明確 低點該進場的 我第一個時間 帶惠元默默的進場 高點該賣的同時 我趁市場上一窩蜂 我帶會高檔逢高拔檔 我不會隨市場而起舞 因為我不喜歡去人多的地方 因為風險太高了 風險太高了 看節目要懂得看門道 不是跟人家隨便去湊熱鬧 所以這四檔股票 我賣掉之後 到今天為止 我都沒有機會 我今天買什麼股票 買另外一檔AI散熱的見準 賺大概半個股本 這要相形突破 出量38000多張 所以今天一見準 我買在113 來對時對價 9點12分 見準賺大概半個股本 113附近買 當時候12分 是不是12.5 你再度對時對價 113叫做保證一定買得到 AI散熱的 AI主流的一個零組件之一 所以整個散熱 今天平行 相形突破 今天是一個買點 就買在113 買完之後盤中插一檔亮燈 乾淨俐落 上禮拜有賣掉 那麼多檔個股的資金 當然又有可用資金 今天可以轉進其他個股 這是我們對戴 會投資組合的模式 材料KY1075 985是我戴會賣的 還記得嗎 賣完之後 下來開始主題 1月9日我告訴你 它是霞幅區間震盪 霞幅區間震盪 只能有價差 價差做完才有波段 你忘記 我告訴你 這是高難度的動作 霞幅 看得懂嗎 區間 你會不會操作 不會做要跟得很緊 所以1月7號下緣 826跌 我說會上 826是不是要買 隔天是826是不是漲到 82624塊錢 1月24號賣866 光是這一小炭 對 大概3 40塊錢的價差 826告訴你會上 他跌我告訴你會上 我的節目內容跟其他分析師 哪邊不一樣 你看得出來嗎 如果看得出來 希望今天的紅包三重送 拿回去 三個大紅包 對 大方送給 想成為龍家軍團隊議員的 所以記得參加龍家軍之後 跌的時候我告訴你買 一定要趕進場 對 漲的時候我帶你賣 你一定要捨得賣 826到866 3 40塊錢 來到上緣 不是先賣嗎 866賣掉的材料 KY我今天845接回 差了20幾塊錢 高檔賣低檔接 9點25分 845接回材料 當時候在844 你再度對死對家 接一回之後 拉高865 今天有沒有密碼 現買現賺 什麼是投資準和最好的一個效用 你的一套資金 我知道相當有限 今天不管你參加我任何等級會員 持股檔數 三檔到五檔 最多就是撐到五檔 因為有時候 三檔股票都上去了 都是不破斷的獲利空間 還沒下車 那怎麼辦 兩檔 再多兩檔 最多就是五檔 五檔投資所買了之後 我一定會出掉 就有才會進新的 你放心好了 這一檔營收新高 年長得超過7成的機油股 雙底站上頸線 24號黑街棒 打回頸線 很好的買點 同一檔 是不是同一檔 上去之後回車 當然要買 今天這樣股票 還沒衝出去 還在頸線位置複製 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也就是說 在我沒有公開 這一檔機油股以前 你都有機會 跟我好好的 大膽低檔來承接 就像上個禮拜 我剛買的這一檔 賺半個股本的機油股 黑街棒 低點不多 資深化給你 上禮拜五你沒有買 今天有低點嗎 今天沒有低點 未來農年大行情 主流架構 不曉得如何掌握的 今天再度提醒你 紅包三重送 誰要推給你的 誰要送給你的 不是只有價格的優惠 重點 秦老師負責 幫你掌握績效 績效太重要了 好不好 如何創造績效 親愛的朋友 第一個大行包 價值好幾萬元 不管就是看你 參加我什麼樣的等級 總而言之 參加等級 會員越高的等級 享受的折扣越多 另外三月份才起算會期 也就是說在過年前 參加龍家軍的三月份起算 過完年之後 參加龍家軍會 還是三月份起算 越早參加 你是越划算 另外一個特別 特別要留給龍家軍成員的 一個加碼神應名 你打電話進來就知道 親老師是如何用心加碼 給你最好的禮物 以及最好的一個需要 需要紅包三重送的 歡迎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緊急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推薦分析之財劃之財務利益關係 公司 黑川 公司 追擊 中 Ess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